而现在全球的染疫死亡人数 就在1号的时候突破了500万大关 当中死亡人数最多的是在美国 其次是巴西还有印度 但是WHO这里预估了 实际上的死亡人数 恐怕是官方统计的2到3倍 新冠病毒甚至已经成为 全球第三大死因 但随着疫苗接种人数越来越多 对于疫情方面还是有帮助 接下来就全球疫情会如何发展 继续是我们的报道 好久没有出国旅游 真的好兴奋 以色列从11月1号起 开放国际旅客入境 欢迎你来玩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 就在同一时间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显示 全球染疫死亡人数 在1号突破500万大关 美国是全球死亡人数最多国家 其次是巴西和印度 圣保罗这一整排风车 纪念的就是一个个逝去的生命 而真实情况恐怕比想象中更严重 世卫预估全球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是官方统计的二到三倍 新冠病毒已成了全球第三大死因 仅次于心脏病和中风 而这次距离四百万人死亡相隔一百一十多天 比起三百万跨到四百万增幅有所减缓 专家认为应该是和疫苗接种有关 而疫苗这个字也被牛津英语词典 选为二零二一年的代表字 虽然疫苗有一定帮助 许多地方仍在奋力对抗病毒 隐约听到救护车声响 俄罗斯单日确诊不断创下新高 疫情压不住 现在全国停班一周 希望大家少出门 疫情烧不停 日子还是得过 全球何时能摆脱疫情 示威之前悲观预估 可能要烧到明年底 华时新闻林长编译